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欧洲地区 不管是宗教战争 或者是它的文明的发展 随着什么 工业革命的什么 突破进而什么 影响到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所以包括今天你我 都受到它的影响 好 那这边我们大概看 就说这几大文明 对于什么 欧洲的影响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几大文明的信徒 基本上什么 分布在整个什么 欧洲 还有什么 北非 还有什么 亚洲这边西部 那当然同学也不要小看 我们说这个回教 它分布在欧亚非 甚至同学看了没有 它也来到我们的什么 东亚这个地方 所以东南亚很多国家 印尼 马来西亚 是不是都是有他们的信徒 对不对 而且是主流 势力 对不对 那当然同学注意到 你信仰 这个老师之前提到了 现阶段 你信仰它 它就送你什么东西 送什么 不送东西 你确定不送 它挺大方的 对 你信它 它就赏你石油 而且一大堆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大概全世界回教势力 分布的地方 大概石油也特多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儒家文明 是比较辛苦一点 大家要拼命读书 对不对 十年寒窗苦读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 什么都要靠自己打拼的 所谓 当然我们可以安慰 我们自己了 我们的人力资源 特强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各大文明 各有特色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 这个他们之间的竞争 影响了什么 我们的发展嘛 对不对 那不仅影响他们 也影响我们 所以同学看到 近代呢 随着欧洲的什么 这个影响力的 往全世界的发展呢 把他们的问题呢 也什么 带给全世界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提到过 我们两岸关系 现在处理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就是 主权问题呀 那这个主权的概念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以前不管是 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概念呢 看到没有 就是因为什么 欧洲因为把教皇 什么宗教势力 挤回到什么 教堂之后 那这下什么 整个欧洲的政府啊 国家 他们什么 这下都可以当 所谓的当家做主了 好 那你当家做主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想要掌控你 那你想要掌控他 所以欧洲历史上 因为这个什么 主权国家的兴起 而发动的各式各样的什么 战争还有杀戮 就开始了 大家都要抢地盘啊 这所谓的地盘就是什么 因为同学书一看 主权国家 谁是主权国家 也就第一你要拥有人名 第二你要有领土 第三你要能够有效运作的政府嘛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一个国家成立的三大要素 都是他们决定的啊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问题打 然后我们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也被迫什么 处理这个问题啊 要不然什么 特别是我们东方 大概都是以中青为核心概念嘛 对不对 中青家族 对不对 所以同学书一看了没有 我们是不是 祠堂就是我们的司法机构啊 家族的祠堂 就是最早期的什么 你这 这个方圆几百里的什么 既是行政机构 也是司法机构啊 对不对 以前没有什么主权国家的概念 是被打出来的啊 看到没有 那一直打到今天 我们两岸关系 其实什么 处理的也是这个东西啊 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 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 看到没有 那全世界包括今天的伊斯兰国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一样啊 他不是也在用打 只是他靠割人家喉咙 对不对 来什么 要建构主权国家 我要建构伊斯兰国 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这往往令欧洲国家 你看这是你们搞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啊 那更没有什么主权国家的概念啦 他们完全是以绿洲为核心 来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嘛 对不对 哪有什么主权概念 哪里有绿洲就往哪里跑啦 哪有什么主权 下面还有什么领土 对不对 我是跟着绿洲跑的 对不对 那他今天干嘛要搞主权国家 还不是因为什么 欧洲这个主权国家的概念什么 随着工业革命 使得欧洲摆脱贫穷 进而爆炸式的什么 成长嘛 不管是经济各方面影响力 爆炸式的增长 使得什么 他的那一套 不管他是不是 我们先不说 当然他绝对强加在我们身上之外 另一个也就是说 哦 当我们看到他比我们差一下爆炸式的什么 大躍进的往前冲的时候呢 你也会想要模仿他的制度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统员注意看到没有 欧洲内部所有的问题呢 也是源自于这个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欧洲联盟呢 其实也是什么 西巴里亚条约 那个时候打了三十年战争嘛 对不对 建构了主权国家 那当时是一个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呢 刚解决完把教皇请回去 那大家什么 大家都不要打了 那我们反正欧洲 所以同学看了没有 欧洲到今天都是小国伶俐 他好多小国 也就是说 谁都没有打出个什么 定于一尊的什么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也觉得他们历史上 未曾出现过一个秦始皇嘛 对不对 所以打呀 他们现在就等同当时中国什么 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嘛 他们连个周天子都没有 现在欧盟就是周天子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那下面诸侯伶俐啊 所以欧洲一大堆小国啊 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因为这个西巴里亚秩序之下 所建构的主权国家的概念 里面大家要真人民 抢老百姓嘛 或今天所处理的移民的问题 对不对 领土 好那我希望大 那我的大就是你的小嘛 对不对 我要把你的领土抢过来啊 对不对 好那还有政府啊 那谁能当执政党啊 谁当在野党啊 所以种种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 虽然当时解决了问题 但是之后什么 主权国家的概念 也是欧洲动荡不安的核心因素 那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那他们不能承认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因为这是我们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这些头脑不清的什么 模仿的什么 对象啊 所以他自己内部有问题 他不能承认啊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呢 那你再不承认你 对我们来讲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你自己什么 内部战争一大堆啊 你是不是要处理啊 甚至你的战争 打到最后规模 打到两次世界大战啊 你把你的问题 输出到全世界了 董老师的意思吧 我们也变成什么 大家在为了人民在打 为了领土在打 然后为了什么 夺职政权在打嘛 对不对 所以完全是那边 复制过来的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他们杀戮到 同一看到没有 其他地区还没这个本事 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因为刚才讲的 宗教你比较优秀 他比较不优秀 优秀的就可以掌控 不优秀的 那怎么掌控啊 抢人民 抢灵徒 然后把你的政府消灭 你们要听我的 对不对 所以他必然的结果 就是世界大战嘛 看到没有 那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今天这个情况呢 依然严重 所以前几天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罗马天主教皇 这位方济教皇 他就公开讲了 其实另一种形式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实质上已经在进行了 就大家都处在抢夺资源嘛 看到没有 然后什么问题一大堆啊 这种问题 从恐怖分子 抢夺资源 然后领土 然后什么 还有移民 我们在台湾不觉得 因为我们是孤悬海外啊 我们虽然隶属亚洲 但是我们孤悬海外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觉不到 那种跨境的什么 那种移民所造成的 问题之严重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那这个欧洲都要处理啊 对不对 那甚至什么 同学看了没有 欧盟的议会选举 还有欧洲这些国家的选举 基本上什么 移民政策往往是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这个移民 他们最受不了 这移民什么 就是来自于这里了 那来自于这里的呢 其实也受不了 但是嘴巴上不方便讲 其实同学注意看 基督文明基本上 绝对不是只有希特勒 一个人反犹太哦 其实基督文明 基本上都是反犹太的 只是什么 现在嘴巴不方便讲 看到没有 但实质上是什么 是反对的 所以你们注意看 欧洲为什么 甚至陆陆续续 年轻人啊 什么的 你们注意看到没有 为什么新纳税党 陆陆续续在各个地方 极右势力什么 陆陆续续影响的越来越大 而且反倒年轻人越来越多 里面其实什么 他的源头就是反犹太 然后扩大到现在反伊斯兰文明 然后再扩大什么 反一切外来人嘛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他这就是他这整个什么 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主权国家的概念 发展之下所产生的问题嘛 那这个问题呢困扰着全世界啊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他们也有在想出一些办法 局来讲 他们为什么同意 瑞士变成中立国 而且大家承认他是永久中立国 就是什么 法国德国意大利 在要扩大自己的领土 扩大自己的权力 扩大自己的人民的征战过程中 谁也打不赢对方嘛 对不对 所以只好大家妥协 各自退往后退 交出一点 领土 你德国交一点 你法国交一点 你意大利交一点 那领土上的人民一起带过来 看到没有 那权力呢 你们这三个国家也不要管这块地方了 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然后什么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瑞士的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 大家说他是邦联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国家元首各个省长 轮流当 看到没有 那最有权力的是各个省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嘛 进行什么 这三大逐一的权力的什么 平等的安排 那但是这背后的这三大国家呢 也保证这块地方 当然当时整个欧洲国家 甚至今天全世界 依然保证什么 瑞士是 永久中立国嘛 除非他现在他愿意自己放弃 那但是问题 他放弃也要别的 大家可以接受啊 东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所谓的中立国 就是处理这个主权国家 所产生 大家彼此 抢人民 抢领土 抢什么 政治影响权力嘛 对不对 所产生的一个什么 新的模式的安排 但是这个还是依循主权国家的概念啊 所以看到没有 我给你一些人民 也给你一些领土 然后组成一个政府 看到没有 他影响的层面是多么的广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欧洲我们说从西法里亚秩序 从那个时候建构 这么多主权国家呢 那个时候是一个很 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安排嘛 因为大家透过这个安排 终于把可以把罗马天主教皇的影响力 什么 送回教堂里面啦 那接下来呢 就一直开始杀戮啊 争夺啊 对不对 所以到了二十四月大战结束以后呢 让欧洲理解到 就说当然 可以说是痛定思痛啦 不是自然理解嘛 因为你也打不赢我 我也打不赢你啊 对不对 所以痛定思痛的结果就是什么 哎 我们是不是什么 想出一个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很容易注意看啊 既然握局来讲 欧洲这么多国家 他手中握有人名 也握有领土 又有自己的政府 你现在叫他全部交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嘛 对我 这是我的既得利益啊 这是我既得的势力范围啊 同意看到没有 卢森堡这么小 你叫他交他都不交啊 他说我这么有钱 对不对 我是比你厉害啊 我这么有钱 对不对 我政府运作也良好 只是我比较倒霉啦 当时只抢到这么一小块币啊 我人也少 但是你看我多厉害 我多有钱啊 我的金融服务业 世界第一啊 看到没有 而且卢森堡 同意可以查查看 好像他的国民所得超过 超过八万哦 我们才一万多 他超过八万哦 所以同意有没有注意到 解决欧债危机时候 当时主要负责 金融面的 就是 卢森堡的前总理 今天他是欧盟的什么 所以因为表现得非常好嘛 对不对 所以他被选为欧盟执委会的什么 主席啦 新的主席 就是卢森堡的荣克嘛 台湾把他翻作荣克 永克 台湾把他翻作荣克 我就这么小的国家 我也不愿意放弃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想办法解决啊 对不对 那再杀戮下去 大家都差点被希特勒给吃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洲建构了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以后呢 其实他们自己彼此杀戮不停之外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们也一直防止欧洲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统欧洲 其实当然自己都想一统欧洲了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什么 做不到嘛 所以变成什么啊 那既然做不到 那大家都要防别人啊 看到没有 自己做不到 那我要防你啊 那你要防他呀 对不对 所以欧洲历史上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一直在想尽办法什么 来阻止 什么 近代了 因为之前大家都都想要什么 独霸 但是都失败嘛 所以要想办法 终极想出一个办法 既维护主权国家的这个概念 继续运作 大家都有领土 有人民 有政府之外 也要防某一个政府什么 变成一个超级强国 进而什么 又要想一统欧洲啊 看到没有 那这个假想敌是谁啊 大家都要防别人 对不对 那这个公认的假想敌是谁啊 或者说公认的潜在的什么 有这个实力 一统欧洲的 来这位男同学 你 你觉得是谁 你讲一个好了 啊 英国 你讲英国 那你呢 大声音 你也觉得英国啊 哦 你们怎么这么喜欢英国啊 来你 大声音 好 德国 那当然你们两个说 英国不是不好 因为英国的确什么 既然工业革命 就是说在他那个地方 啊 有重大的什么 成果出来 那的确英国在历史上 的确什么 对于 整个现代的典章制度 科技各方面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英国 同学注意看啊 为什么后继无力 甚至到今天跑出来 苏格兰都要什么 都要独立出来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就是什么 你本身 其中一注意看 英国强大之后 他在亚洲 非洲 拉丁 美洲 对不对 建构了一大堆的殖民地 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说的 大英国协 那除了欧洲 大陆 本身之外 全世界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有为二 的地方没有被他殖民的 是哪里啊 好 这边 后面男同学 你穿黑上衣的 为二 有哪两个国家 没有被英国掌控啊 八十一年啊 没错啊 哪一国 日本也受他影响很大哦 你刚才讲第一个 日本前面 你刚才讲谁 中国嘛 对啊 中国除了香港之外 同学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是 俄罗斯哦 第二哦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西方国家 每一次什么 都是团结起来 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看到没有 就历史上发展下来 他们一直想要掌控全世界 因为工业革命 突破了以后 对不对 那我要掌控全世界 我的确也掌控啦 同学看到没有 英国不甚至连美国 他都殖民了吗 加拿大什么 印度都被他吃下来了 那只有中国 那当然你说 香港被他掌控 甚至中国被八国联军 压下去什么 也是很惨 贫穷 破败上百年啊 但是终究没有吃下来嘛 对不对 那还有另一个 就是俄罗斯啊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近代 西方国家 每次联手起来 要么围堵中国 要么围堵俄罗斯 或者是要么两个 一起围堵 那但是两个一起 他们对付不了嘛 看到没有 所以甚至到今天都一样啊 对不对 欧美国家就怕大陆 倒向俄罗斯 支持他什么 吃下乌克兰啊 这个历史发展 一直是这样子延续的啊 看到没有 所以回应该两位同学说 哦是英国啊 那英国同学注意看了 那对于英国来讲 也很气的一点 就是什么 你看我多厉害啊 我在海外建构了 大英国鞋 吃下这么多 全世界我基本上都吃下来了 但是唯独 欧洲大陆上 他什么 切不进去啊 看到没有 所以到最后 不得不什么啊 透过皇室通婚嘛 所以同学注意到没有 第二最后一个沙皇 米古拉二世的什么 米古拉二世的母亲 不就是英国的公主吗 对不对 我吃不下你什么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人类的智慧都很类似了 中外皆然嘛 打不过对方就什么 和亲 看到没有 西方也是派公主嫁给谁 对不对 那东方不是也是如此吗 派公主嫁给谁 对不对 赵安 讲的好听点 你看你就是打不过别人 你还赵安 对不对 还吹牛说赵安 其实你就是打不过别人嘛 对不对 想出来别的办法 先把局面稳住嘛 那英国也一样嘛 所以派公主嫁到什么 第二去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回应刚刚同学讲 另外一个同学讲的 德国 对其实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什么 当然的确英国 的确是 影响力真的是 在工业革命之后暴增 但是他始终进不了 欧洲大陆 那当然 倒不是说他能力太差 而是说当然 其同学注意看 进不来的一个 重大的原因之一 是不是就是因为 罗马天主教皇的势力 掌控欧洲大陆 还是蛮那个的哦 影响力还是蛮深的哦 虽然你英国跟我唱反调 你最后不服从我了 你制成英国国教 对不对 那但是欧洲大陆上的什么 天主教的势力还是很 你英国 你要进欧洲大陆来 第一你要碰到的是 法国嘛 对不对 然后比利时嘛 对不对 那你一出来这边门口 这边先把你挡在外面的 大部分都是天主教 信徒比较多的国家呀 对不对 所以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所以他也什么 往外发展嘛 所以为什么后来英国 什么工业革命之后 成功之后 他发展他强大的海军 就是他面对这个现实了嘛 因为我要进欧洲大陆 先什么 碰到的就是天主教国家嘛 那这些国家呢 后来在工业上 也有巨大的什么 成果嘛 对不对 所以又有点类似 我们说的势均力敌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英法打了百年战争啊 那你要是一下子就打出个胜负 你干嘛打百年啊 对不对 就是没打出个胜负 所以才死缠烂打 纠葛上百年啊 对不对 那我这边纠葛的大半天 那我刚才我掉出头什么 我从海上什么 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看到没有 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 欧洲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 他们为了争夺什么 人民领土影响力 那这影响力包括物质的 对不对 所谓的资源嘛 甚至在殖民地也开打呀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回到欧洲这边来 其实同样注意看啊 我们这边 这边 这个有点动画的这个 地图呢 就是大概 欧洲国家 他们加入欧洲联盟的 这个时间表啊 分布的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欧洲历史上呢 特别是西欧这边国家啊 大概什么 他不是第一 局来讲 他第一波工业革命 没有跟上的话 大概最迟第二波 也都跟上了 所以你们注意看 为什么欧洲很多小国 他领土这么小 人口那么少 但是却这么的富裕 科技水准却这么高 而是他 他早就什么 跟上那几波了 的工业 工业革命的进程 所以使得呢 他们呢 也想往外扩大影响力啊 对不对 甚至你们看 甚至连比利时的传教士 不是在清朝明朝 都来到中国啦 对不对 你就可以想见 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的什么 实力真的也不弱 那同样的 那这是在海外啊 那在欧洲大陆上 大家也想什么 拼个什么 胜负啊 对不对 那但是都拼不赢 对方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 只好 到过头来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就是什么 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 什么 强大到可以掌控全局嘛 对不对 那德国呢 其实什么 第二波工业革命才追上 那当然他也是主导国家嘛 这所谓的汽车工业嘛 对不对 所以甚至到今天 全世界很好的汽车 有很多是德国的嘛 对不对 德国牌子的啊 好 那他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的强盛了以后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静败啊 德国呢 一直什么 内部 他们内部一直有两派的辩论 一派呢 当然最有名的是以 毕斯迈这一派为核心的 也就是什么 他们主张 哎呀 我们德国嘛 因为这个 三十年战争建构的西巴里 以西巴里亚条约所建构 以主权国家为什么 主要的这个 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主要的什么 互动模式的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看啊 那牵扯到人民要多少 领土要多大嘛 对不对 谁来掌控呢 所以德国以 毕斯迈这一派为主流的呢 就认为 我们的领土 我们德国 我们要面对现实 什么现实呢 就是我们德国位居什么 看到没有 德国在这边 这是统一以后的嘛 算是蛮大的了 对不对 但是同学注意看了 他们就 毕斯迈就主张什么 我们德国 处在欧洲 这么多国家 一直困惑 德国的 就是什么 我们的邻居太多了 所以处理和邻国的关系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你强大 你接下来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人聪明的话 接下来就要掌控别国了 那你强大了以后 那别国的领土 你是不是也要抢啊 对不对 这是大家合理的怀疑啊 在他们这个文明背景之下 接下来大家马上的反应就是 那你是不是要抢 你强大了以后 你就要抢人 抢领土啊 对不对 所以毕斯迈这一派主张 你看 我们就认了吧 我们什么 我们这个国家 就处在这个欧洲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国家 我们就夹在中间嘛 对不对 我们德国人要能够和平的 在欧洲中间生存下去 和平富裕的发展下去呢 我们就要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什么 我们 人民就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了 其他的我们也不必去 也不用去抢了 也不要了 另外呢 领土呢 就这么大 这就是东德加西德 其实你注意看 大概什么 也是什么 毕斯迈那时候主张 因为同样注意看嘛 一次事业大战 那个 之后什么 普鲁市 甚至什么 有些地方什么 割给波兰嘛 对不对 那其同样注意看 因为什么 俄罗斯 一样嘛 俄罗斯要乌克兰 白俄罗斯 那我要乌克兰呢 就什么 乌克兰其实这一边 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乌克兰这一边 有一些领土原来是波兰的 所以什么 你通通化给他了以后呢 战胜国当时的什么 补偿波兰的方案 就是普鲁市的一部分的领土 化归什么 波兰 所以同样看了没有 欧洲历史上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啊 所以今天局来讲 可能你的祖先是波兰人 结果呢 你今天变德国人了 一家子人不同国籍 就是什么 领土的变迁啊 你打赢了 这个 同样看到没有 这就是欧洲 现在很多北约也害怕的 就是什么 你俄罗斯你今天要跳出来 你要重画地图啊 意味着什么 你要重新改变大家的什么 领土的大小啊 这就是接下来 那就太恐怖了 那必然要发动战争啊 看到没有 那这个情况已经在一支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已经处理过了 那所以 这个当时 毕斯迈他就很聪明 或者是说 他懂得妥协嘛 与其看 因为我们邻国那么多 你只要稍微移动一下 你一定把别国家的领土拉进来咯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等着准备打仗了 对不对 那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就承认我们现在这块领土就这么大 我对于其他的领土我没有任何的什么 贪念了 我没有了 我就是这么大一块 进而永保我们这一块里面的德国人能够和平富裕的什么 生存下去啊 对不对 那这一派成为主流的时候呢 的确创造了 因为我们说 毕斯迈 同样注意看 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赞成他 所以他透过铁血什么 在内部上把反对势力压下去 外部什么 他也能够处理的很好 所以这一派占到了主流的时候呢 同样注意看 就压下来了 这整个德国也富裕 先进 爱好和平 不管是不是他真爱好和平啦 但是呈现出来一个和平的一个局面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把他赶回家了 你回家养老吧 我对于什么 那我对于我们德国这么小的领土呢 我不满意 我们德意志民族这么优秀 对不对 就挤在中欧这块小地方 我们多压抑啊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要把什么 同样注意看 你一旦 而且你又是强国 你一旦提出这个挑战的时候 周边这些国家不都下个半死吗 所以波兰就头疼啊 所以波兰 同样注意看 他觉得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啊 对不对 因为我波兰什么 夹在两个强大势力中间啊 当他强的时候 他一旦要往外发展 他要往这边扩的时候呢 就要踩在我头上过去 那这边呢 俄罗斯呢 或者是第二时期 茁壮的时候呢 他要往外什么扩张 又踩在波兰头上过来 所以波兰历史上不是被瓜分了三次吗 对不对 所以 那德国这个 威廉 威廉二世呢 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德国你看就这么小 这是不符合正义的 不公平啊 我们这么优秀 我们却得到什么 这么狭小的领土 对不对 那其他不优秀的民族 你看占了这么大一堆地方 这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看到没有 所以后来什么 他改变 然后把逼斯迈什么 赶回去了以后呢 他开始什么 整军金武开始什么 往外扩张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一旦扩张 撼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主权国家成立的三要素 你全盘什么 把人家推翻了 你要重构啊 那接下来不就是战争吗 同学注意到哦 老师讲现在 老师讲这个时期哦 我们今天同学注意看 方济教宗提到 另一种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已经开打了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人民领土什么的变化 其实什么 大家都在挑战了 人民开始移动嘛 举例来讲 我在这个国家 我往别地方移动 所以很欧盟这边 要处理的移民问题 领土的问题 大家现在都想扩张啊 那这个伊斯兰国 那就更恐怖了 我欧亚非各要一大块 中国他点名新疆归我的 然后哪边又归我的 那就是撼动什么 第二个概念嘛 领土 那领土上的人民 一定也是一并处理啊 那新疆人都归你伊斯兰国咯 对不对 那欧盟这边什么 回教势力 东欧这边很多回教势力 那也归你咯 看到没有 所以实质在打的 就是这三大概念嘛 人民领土主权 看到没有 那就是当时什么 一直发展到今天 那德国 他是什么 强悍的什么 威廉二世 他强悍的挑战了这一点 就说 这个领土 我们德国领土太小了 光这么一点 我不够 其实同学注意看 不是只有他 其实到今天 德国 同学注意看 话归波兰 大家所熟知 德国最有名的 近代及西方哲学 大臣的是哪一个 德国哲学家呀 好那你 那你介绍一下 你觉得 德国最有名的 哲学家 你知道 你觉得是谁吗 不知道 那后面同学呢 好来 对不对 来 不晓得啊 其实应该晓得吧 康德嘛 不知道啊 哦 那真的是 有代沟的代沟了 啊 好 那好 德国我们说 近代啊 及西方哲学之 大臣的哲学家 大概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德国的康德 那好 他的家乡 被化归到波兰了 其实同学注意看 德国到今天 这个思想哲学界的 很多有名的人呢 其实内心什么 都还无法接受 这件事情 同学注意看 他们无法接受 就意味着波兰人 要胆战心惊的过日子啊 因为他只是今天 被压下来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两次世界大战 都打败了嘛 对不对 他如果赢了 他一定也是 重划欧洲地图了嘛 对不对 那特别是我们德国人的 我不要回来 我还是继续送给你嘛 董老师的意思吧 哦 所以为什么 他们害怕这一点 绝对不能让欧洲什么 再出现一个单一强国嘛 好 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个地方